你們的視覺很明確,像Canva怎麼賺錢 Canva怎麼賺錢呢? 我的工讀生都是用Canva 因為我們有做那個... 就是...這種東西 我的工讀生都是用Canva 每個人都會 然後短影音也有工讀生是用Canva做的 對 對,那他的賺錢機制,他的機制是什麼? 就我目前的理解就是說 因為它裡面的內容夠豐富 所以真的可以吸引很多人進來使用 然後有一些人是... 就是免付費...有免付費版本 可是免付費的版本功能就很有限 如果我沒有理解錯的話 免付費的版本可能有一些Canva的Template 哦哦哦哦哦 它使用很具體的,它可以讓你看到的這種可能性 它把你領到這個網站 所以通常如果你用了以後覺得不錯的人 都會買成需要付費的嗎? 因為畢竟你可以... 比如說弄成JPub,用成PT 或PDM這樣被下載什麼的 就是類似想像 但是它會有一些不同的 benefit 給你 因為你是它的... 是不是訂閱的 我... 我覺得你這個idea... 奧衛我原本的想法 真是太棒了 真的,我覺得太好了 因為... 因為我們... 因為單字是... 幾十萬個 我不可能我的團隊有辦法全部都弄到 而且... open AI 再生成是2023年10月的事情 我做到現在我也才做一些而已 但是... 其實我在台中市我已經算是個pioneer了 我是第一個這麼幹的人 也是我目前聽到唯一這麼幹的人 就是開始用人工智會再教書 對 然後... 對,但... 就是說我現在有的東西可以變成是... 付費版的人才可以去用它 你... maybe 因為它... 我至少有一些東西是我已經想好了 那大概也有一兩萬字的量在了 但是應該是沒有學生有一兩萬字 然後又有大數據 功能 因為我的大數據就是可以去處理到 學測的單字 我猜題都很準 那它可能要付費才可以進入 這些大數據的單字裡面 知道說 這單字 會... 哪裡有考過 然後... 就是會考 對 就是會考出來 OK Bonus的部分 也許是這樣吧 I don't know 我提供... 只是剛才... 因為只是剛才提到說 就是說 因為你們的任力也是有限 然後不可能 就是好像... 就是好像... 花很... 就是... 就是因為這個部分要花時間去想啊 說... 對 所以我才會... 所以我才會... 就是因為這個點才讓我想到說 如果與其這樣子 那不如就是... 等於是讓大家... 就是... 集體都是個創作者 但是可能你們會給他們一些好處 比如說... 如果你願意提供到我的內容 那可能他們可以... 如果看到一些什麼... 什麼... 什麼學者... 什麼免費給你看什麼東西 類似這樣... 可能你自己可以想一下這樣子 嗯... 嗯... 但是我不確定 因為我還沒有到... 百分之百韓道監理的商業公司 所以... 這只是提供一個... 可能如果你覺得這方面是... 可以自由工作的話 那不是... 我... 我... 我覺得是一個 philosophy 就是說我們的 mindset 這個企業的 vision 是什麼 我的 vision 是... 幫助那些單字怎麼... 因為... 最好的方式 絕對就是... 送... 美國學校 如果我的兒子 他是有美國籍的話 讓他去讀美國學校就好了 從小就是... 呃... 24小時講英文 你也不需要什麼自根自手 你也不需要什麼自圓 你也不需要什麼... 記憶法 你就是在大量的... 使用環境當中 像我們中文的學習這樣環境當中 你也不需要去學什麼grammar 就是這麼的natural 對... 但是... 不是每個人都有這個機會 是啊... 對... 被單字是有必要的 而且特別是在台灣這種 不是英語學習的環境 對... 但是很多人就是... 單字背...都背不起來 然後背不完 然後很多... 然後... 然後... 對... 然後... 如果說有人可以讓單字變得有趣 然後用圖片的方式去記憶 然後... 當然... 可以將會到世界各地的人 甚至... 剛剛那個... 網站... 就是Crisette的網站 呃... 或者是你剛剛說的網站 那是跨國籍 甚至可以跨... 跨... 領域別 有些... 有些... 有些人他要背什麼單字 那他... 也許就可以... 呃... 把這些單字把它放上去 讓... 比如說他的同業的人員 像... 有些理工科的學生 他們英文不太好 然後他們... 有些理工單字 他們背都背不起來 還有醫科 那個單字真的是有夠可怕 但是會讀醫科 單字應該都背得起來了 對... sorry... 就是他可以跨領域別 讓他們去... 放他們想放的 比如那個彩妝師的單字 有些單字 或者是護理師 他們要考國外的護理師 護理師治療啊 職能治療那些 對對對 他就可以分... 他可以去... 成立一個... 他就可以放他們喜歡的東西進去 然後大家都可以去查 會是未來可以... 就是當然就是可能是以後吧 但是就是什麼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這個也是... 很多那種高階英文都會強調的東西 對...也許就是你可以跳出Chinese的範疇 也有可能會有... 呃... 有人可以用阿拉伯文 去定義 像剛剛那Quizet有阿拉伯文 德文什麼文 它全部都有 全世界什麼語文 只要是... 有超過多少... 不是... 就是有一定人口數的 它上面都有 都可以幫助你去背 義大利文、波蘭文 什麼的文件都有 然後這個是比較圓的事情 那就是... 好... 我覺得今天跟你討論的是一個... 自己在學習... brainstorm 我也是在學習 我覺得就是... 就是一定要透過跟... 就是真的... 有在...就是... 教的這種業者去討論 才會更了解說 現在... 真正的那種第一線的趨勢是誰 這樣子 呀... 我們也開始在做這種東西 有一個跟你分享 這是另外一種... 方式 那這個是都是針對個人的 比如說... 有學生他們已經... 就是... 像我的... 學生是大學教授 OK... 然後... 然後... 他常常都需要到... 他常常跟他老公到全世界各地去打高爾夫 然後... 他說他看不懂法國料理 然後他不知道打高爾夫的時候 不知道跟旁邊的老外怎麼聊天 那我就做了這個東西給他 然後... 我忘記怎麼唸的 Apatrice 然後... birdie bogey double bogey 是什麼 Eagle paw Tbox Failway Green Roth 這些所謂的他們的專業術語 那這我做給他之後呢 從發球開始 Conversation 1 Starting the round Player A Beautiful day for golf 這這是你做的什麼 這我做的 這是英國腔的 OK 那像這些素材的話 就是... 人工智能 我就把... 那個... 專業術語給他 然後我說 我要從高爾夫球剛開始 包含到選肝 還有那些東西 你幫我做一套 對話出來 然後能夠... Meticulous 能夠盡可能的精細 就盡可能的精細 然後... 我去做出 conversation出來 然後... 灰桿啊 什麼之類的 他就... 自然而然 他會去用它 然後會用這個東西 跟人家做聊天 而且... 他背單字不會覺得無聊 連聽... 他就說他回到家之後 就把這個東西 重複放一直放一直放 放到他背起來為止 那我也有做法國料理的 那... 然後他去加拿大玩 他跟當地的教授 就是做... 他們學術交流 他們... Master 課結束之後 糟糕 吃飯的時候都不知道聊什麼 那我就跟他說 那你告訴我你去加拿大的什麼地方 他說BC 那我就把BC有一些相關的一些... 可能... Landmark 或者是他們喜歡吃的... 當地的什麼料理 那他可以跟當地的人聊 當地的東西 那對方當然就是 套套不決跟你講嘛 啊... 就是說... 提供他們一些... 可能生活上的一些... 就是... 就是... contact specific的一些... conversation 對... 然後協助他們的生活中 對... 那... 我... 我要做的東西 就是幫他生成 然後... 影片我也可以幫他做 但... 有一些學生他說 喔老師那個影片我來找 沒關係 那我們也有那個... 也有那個東西 讓他去... 找... 影片出來 這樣... 有一些是個人指導的 他今天學了二十個單字 個人指導... 這是學生做的 一看就是... 一看就很學生 他學了這些單字 等一下喔 喂? 這是Homer妹嗎? 哈哈哈哈 分堂 喔喔喔喔... 健行分堂 對對對...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謝謝喔謝謝 掰 對... 那... 他也會出現... 他的... 他的分... 生成也會生成出 就是... 中文來 然後他就可以自己去選 那家長很愛 因為學生也很愛 他至少... 所以你看這種東西就很... 就是學生自己 就是他自己用的Sprint 然後他自己生成出這個影片 這樣子 對... 啊我們有工具讓他生成 然後他就... 他就會覺得... 放你... 然後他會覺得有參與感 然後他也必須要 確確實實理解這句話是什麼 不然他沒辦法去選... 影片 對... 那這個都沒有... 這個都沒有... 就是所謂的... 呃... 那叫什麼... 呃... copyright的問題 沒有... 所以我都敢放到上面去 對... 但是我的... 人數都很少 只有我學生只知道而已 我也不指望靠YouTube賺錢 對... 這是完全給學生了 那學生如果說有學生看到這個 覺得不錯的話 我就跟他說你可以自己來找我 那我可以讓你做... 就是... 就是你的個人化 哦... 哦... 對... 所以你會希望這個東西 以後可能也是包裝成是一個商品 然後去販賣 這個已經有人在做了 哦... 這個我就是用他的平台在做的 他就是提供一個平台 可以提供你素材 是沒有copyright的 嗯... 那我是利用他去做 譬如說全民簡初級 中級、中高級 愛考的題目 我都幫他做成影片了 那絕對可以勝過 就是說全民簡初級 你去買一本 聽力的書 你去買一本口說的書 然後上面只有 聽力 可以聽 然後還有參考答案 那很無趣 那如果說 這個是B1全民簡中級的影片 這是Kiwi accent 就是紐西蘭的腔 所以關於說家庭聚餐的話 它有reference answer one reference answer two reference answer three 你可以去選你喜歡的 那當然就是它會出現 第一句話就是我們講的 就是破題嘛 第二句話就開始 direct answer 然後接下來supported 然後最後一個conclusion 就是一個完整的口說的 體系 可以讓他 在口說的時候 相關的題目他都有練過了 那就直接念 他就可以講得出來 對 那 只要是我們的學生 才能拿到這個稿子 對 這個是 先 影片的部分 我 影片部分我覺得 我很難成立像一個 像他們那樣子做 這麼多的素材 那可能比較像scanbar的東西 因為畢竟我們的人力資源就是這樣 因為如果說你本身沒有那麼龐大的人力的話 那可能 某種成果就是outstore 是不是等於是群眾智慧來幫你 採取一些 content 那可能也是一個可以考慮的 對 對 然後每個人都可以去share GPTC 對 對 或者是co-pilot co-pilot那個是免費的 因為Microsoft跟openAI 其實亦敵亦有關係 對呀 它可以在co-pilot那邊 就是age下面就可以使用出 去GPT 4.0的部分功能 跟gety3的自圖功能 嗯 了解 對 那大家都可以去age那邊去審存圖片 然後大家就是 那個圖片是比較OK的 那大家可以去做分享 那被單字就變得非常的輕鬆 對於 呃 沒有辦法去接受ESO教育的學生來說的話 對 沒錯 對 而且他們有 又就是說怎麼這樣 如果說 就是說 呃 讓學習這件事情變得有趣的話 他們如果真的覺得在你這邊學很有趣 然後又可以看到效果的話 那其實沿著度就會效率高 嗯 然後我不用開補習班 我不用開班 我不用請老師 就讓那個網站幫我賺錢 這是我要的 我要的是被動收入 我不想再交了 這些東西是花了我幾十年 你交了幾 我交了22年了 我交了22年了 那 從12年前我就開始在收集 學測的單字 明年學測的單字 就在那邊分析 初題老師的命題軌跡 你會發現現在是 那些老師好像都是同一批 因為那些單字就不斷的重複 因為一個人寫下來用的字 就像Google 這是我們以後可以在上面寫的東西 一個人用愛用的智慧 就像是Google地圖一樣 他是找得到軌跡的 對 真的找得到它的 footprint 那 那這件事情我在做 有沒有其他老師在做 我沒有看到 做到這個專業度的話 我沒看到 但是這是賺很笨的錢 因為我是把它當 research 在做 對 但是 但是 沒關係我覺得現在也是時候 可以把你過去二十幾年來的結晶 就是看有沒有辦法 讓它可以更容易的 讓更多人 approach到 然後 你就是可以被動收入這樣 I hope so 就是 I need your help 或者是 我覺得你今天提出一個 Canva的概念 我每天都看我的助理在旁邊弄 Canva 我卻沒想到 他也沒有跟我提到這些東西 那都是我自己在想 OK 對 對 對 好幸好我提供你一點小小的想法 沒有 謝謝很多 對 就是我覺得 你是 感謝 沒關係 我可以去整理一下 然後 我就是去整理一下 然後到時候可能 就是表解一下大概這樣子 你要做的那些功能 可能需要多少錢 然後到時候 如果看Canva 可不可以在這週結束之前 跟你再約個時間 然後看一下這樣子 嗯哼 OK 但是 我們今天討論的很多概念 其實它是互相 是有衝突的 比如說Canva 它是 不會有防倒扣功能的 但沒有關係 規則是用來打破的 我的重點只要是 我有 能夠創造一個被動收入 那如果這個被動收入真的是有賣點的 也許你們覺得說真的這個東西也可以讓你們有收入的話 我覺得 你們參與者也是可以做 就是我是一個idea 還有我的material 我有我的material 那你們有你們的技術的能力 我們可以做合作 像 很多東西 像剛開始 像音樂這個東西 串流音樂這個觀念 剛開始大家也沒想到 但想到的那個人後來就賺了盆滿多滿 那個叫什麼 Spotify 對 對 那它需要人去提供他們material 那它是提供技術能力 對 那兩個合作起來 歌手有錢賺 那你們提供技術的人 那全世界學英文的人又這麼的多 他的受眾是很大的 那也許我們可以合作 合作 然後接下來就 maybe yeah 這個東西就是一個你的其中一個 就是 新的一個idea出來 就像 沒關係 因為我現在看完了以後 因為現在有很多 可能就是你剛才說的 maybe有些觀念可能看似這樣有點衝突 然後 我可以就是 花個時間整理一下 然後了解一下說 比如說如果做到這樣的話 可能會有什麼狀況 可能 maybe如果 可以把它提供一些sing area 我到時候可以考慮一下 yeah 我可是到底想做到什麼程度 yeah ok so 感謝你 不會不會 我覺得我今天學好多 就是現在原來就是 AI已經可以廣泛應用到這種程度 太遠 我們一定要開始學會AI 不然有一天你的工作就被搶走了 或者是說 你可以幫助 你讓它為你所用 確實 需要是 對的確是這樣 我覺得就是說 不要去害怕AI這種東西 然後就是去擁抱它吧 然後看它怎麼放你這樣 也許我們這個idea 如果不趕快實現 有人先出現了 我們就只能是follow 因為大家都是 leader先出來的 那idea的人 他可以 就是你先搶在這個市場的先機 你就是 或者是 就是 對 其他人就是follow 那我們 如果是讓大家 就是有個linux的概念 大家都可以提供素材的話 那我們可以小鯨魚打敗大 而且小蝦米打敗大鯨魚 我們沒有那麼多的 就是 finance 我知道 我知道 OK 謝謝 那大概就是這樣 我今天討論的讓我想到另外一個idea 謝謝你 哈哈哈哈 OK 好的 沒關係 就是我 那我先focus在我們今天討論的這個部分 對 好 不好意思 對啊 現醜了 這是我一點點idea而已 對啊 對 我沒有什麼商業頭腦 我只知道說 我想把這些東西以後不要再自己教了 這個是很好的一個想法就是 你怎麼把你多年來所學的東西 你要把它就是 能夠更快速的幫你賺錢 我覺得這很重要 沒有 你不可能就是一直交交一輩子 因為這樣子不太辛苦 你看 Ray Dalio Ray Dalio 是喬水基金的經理人 全世界最大的避險基金 他就是用超級電腦在把它賺錢 他用超級電腦把所有的數據填進去之後 然後他就知道說 有可能今天發生風災發生什麼 有可能會造成股市在歷史的變動當中 有可能怎樣 那就是提前避險 所以他掌握了幾千億美金吧 他是用超級電腦在幫他賺錢 然後後來他自己有出書 他有出Principle這本書 但他出了這本書之後 他也有出所謂的就是有聲書 為什麼 因為大家現在閱讀的人會越來越少 但是聽有聲書的人會越來越多 因為大家工作越來越忙 那可能邊聽就邊學 對 那我們也提供一個方式 讓電腦去賺錢 大概就是這樣 那我想問一下就是如果我要聯絡你的話 我也是用LINE 對用LINE 因為我怕不會就是可能 又錯過就是沒有收到訊息 就是沒關係就是反正我就是用LINE 然後 或者是如果我一直沒有收到你的訊息 你可以給我一個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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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會答應到 但是我知道說有人找我 好 我問你 好不好 好,感謝你 Kerry嗎 現在我叫Kerry Kerry 我是Oliver 很高興認識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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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先整理好 然後我再跟你聯繫 Keep in touch OK OK Good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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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bye